其实在大数据分析里面 预测真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不管以前我们用趋势预测 趋势线来做预测 这是一种方法 你一定要知道说 什么时候我应该钻式断碗 然后去直接切断 或者是说我应该觉得说 这个地方它是有利可图的 我要趁势追击或者是大广告 然后增加它的销售 那可是现在有更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移动平均的趋势预测 这是值得我们来去观看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 针对刚刚所介绍的内容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今天 连续性分析 我们再往下探索 它是不是到了月 从1月2月3月4月 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第一季跟第二季 第一季的2、3月跟第二季的4月 还有这边有没有看到 2月3月4月 这个是2月1月已经大幅降下来了 1月大幅降下来 2、3、4 然后这边呢 这边一样 1、2、3、4 反正都是降下来就对了 所以相对的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最后 我们看最后 例如说 例如我把刚刚的这个略过最后12个点 略过最后12个点 我们来去套用看看 你看它在这个地方 它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1月直接往下修 是不是往下降很多 所以相对的是不是有落差 但是是可接受 2月是不是很接近 很接近 3月3月是不是有上升 它一样也是上升 4月是不是有下降 它是不是也跟着下降 你觉不觉得 这边这个趋势预测会比 会比较精准 有看到这件事 所以这种 它是透过移动平均 它绝对不是用趋势线 这是趋势线的分析 它会产生很大的LHS 就是误差 可是 如果说你今天去看 这条线 这条线 这是预测 黑色线是预测出来的 它是不是蛮接近真实的 甚至你在多几期 多增加6期好了 有看到 它是不是跟 它是不是跟这边 跟真实是呈现 一起的一个变化 有发现吗 如果说我们今天来去 就是用12个月来去观看 好 那所以相对趋势预测 12个月 你有没有发现 几乎都是跟着真实的 真实的资料 一起去成长 除了这个月 除了这个月 11月 这两个月 它预测比较不准 但你已经 我觉得说 这样整体看起来 你有没有发现 这种预测会比 趋势线预测来得好 现在的趋势预测 会比趋势线预测来得好 同意吗 再来请问一下 您会不会用趋势线做预测 会吧 你一定会用趋势线做预测 就是它会提供给你的公式 你只要把公式打开 它就提供给你公式 然后你就乘一个什么数值 然后再加一个什么数值 你就可以得到结果 那个Y值 可是现在这边 这边它直接算好给你看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这是真实的结果 真实的结果 销售量是22万 有看到222 862.83 22万 这个是预测 这是预测 有看到 预测是314 979 所以它这边 是不是直接告诉我 落差就是什么 314 31万 减去22万 差了12万 34万减12万 就是多估了12万 可是这个点 这个点跟这个地方 哇 这差更多了 这已经到了快0.4个百万 那就是差了18万 所以趋势预测 移动平均的趋势预测 比较精准 它连数字都直接告诉你 好 所以你们可以去玩一下 趋势预测长度12 然后略过最后12个点 略过12个点 我只是让你们去比预测值跟真实值之间的差异 预测值跟真实值之间的差异 然后我们来去看预测 然后我们来去看预测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然后再接下来还有一件事 季节性 您觉不觉得这个好像有一个季节性的存在 1到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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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看这件事吗 会看这件事吗 什么叫1到12月 你看嘛 它是不是123次月好像都下降 然后56789101112都上升 好 所以它是 隔年是不是123次又下降 56789101112是不是又上升 这个就是一个季节性 所以我把季节性这边 季节性 设成12个点 然后靠用 可以吗 这就是它 这几个重要的点 重要的点跟你们分享结果 第一 第一 你在做趋势预测的时候 你的点一定要够多 所以用这个工具 可以开到 例如说年季月 你看现在是不是 我有三年的资料来当作是训练资料 然后我有最后最后一年的资料来去做 那个测试 测试出 它其实是蛮接近的 可以了解 这就是我们讲 就是训练 资料它就在讲这件事 前面这叫训练 就叫training beta 然后这边是一个 比较 比较 好 请你们现在 动手来去把 那个三个数值 趋势预测 趋势预测 调整12 略过最后几个点呢 12个点 然后季节性 12个点 我就全部都先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希望你们 希望你们未来大家都能够掌握数据 背后的意义 就靠移动平均的趋势预测 好继续 我们刚刚讲那个是预测 我觉得预测是相对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接下来画面就用一下 我要介绍本群 所以我先把这个叫做预测 好 希望贵单位日后也用 例如说好了 那个假设 假设你今天你想要去预测 那个来地震事务所的人潮 几点到几点 这都可以预测 但是你要先装一个感应器 装什么感应器呢 就是装那个门口 自动门开几次 就是每天 开一次就记录 开一次就记录 只是装一个感应器而已 然后呢 他就在算那个门开几次 然后你就可以 藉由这样子的资料来去预测说 一天大概几点 到几点 是最多的 然后人员的安排 调度上 这都是可以直接来去做这些预测 那很多地方都可以运用这件事了 好 那接下来我要介绍分群 分群 什么叫做分群呢 例如说上次我们有讲说我们的客户 客户是不是有分好的客户不好的客户 那所以我们能不能也请他帮我画出客户 做好坏客户的划分 举例来说客户的散布图各位有印象吗 所以我们就用散布图我新增了一张新的报表散布图 然后接下来点散布图 客户名称 客户名称 他会自动帮我放在详细资料这边 然后接下来还会有什么 还会有X轴跟Y轴 例如说X轴 我放的是 因为一定要数值 这两个一定要是数值 所以我去看销售额跟什么跟利润 你看这边我是不是画出一堆一堆的点 这个就是散布图吗 可是呢 各位知不知道零以上的这应该是好的客户 然后零以下的应该是不好的客户 假设这是我认知的观念 什么叫好的客户呢 有获利的当然就是好的客户 不管跟他有交易什么 至少他让我有利可图 那如果说零以下的是不是就不好客户 可是这边是不是有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资料 怎么做分群 分群的做法非常简单 请问这张散布图是不是会做 散布图很单纯就是一个类别 一个详细资料放客户名称 或者你把它放到图里 然后接下来就是 自走跟外走 接下来分群在哪里呢 分群就在这边点点点 点点点 然后接下来这边 有看到吗 自动寻找重极 重极就是分群 英文叫做clustering 自动寻找重极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它更棒的地方 更棒的地方 有看到自动吗 要分几群 要分几群 因为它是半监都市资料探勘 这是半监都市 什么叫半监都市 就是你要输入2啊 你希望它翻成好坏客户 是不是就两群 好 那个好的客户分两个 两种 不好客户分两种 那你是不是要分四群 由我们来去自由行政 我们要决定 你要分几群 可以了解 我希望它要分几群 可是它这边有自动啊 所以根本就不用输入任何数字 它已经做到这样子了 这个在我们学机器学习的时候 叫半监都市的机器学习 就是我们有一部分叫人工在那边决定 你要它分几群 好 现在我通通不决定 我就指一点 确定 它是不是正在处理 我刚刚没有告诉他分几群 他在处理什么 他在觉得 两群看看分得好分不好 三群看看分得好分不好 四群看看分得好分不好 那什么叫分得好分不好 各位 你觉得他现在分得好 还是分得不好 你觉得他现在分得好分不好 就像那个 对 许大哥 你早餐吃什么 你早餐吃什么 你还是没吃 昨天早餐吃什么 你总会觉得这面包好吃不好吃吧 对不对 总要有一个评价 你现在做完分群 这个很简单 你什么都没有 你只是找出自动重击 对不对 只点了一下他 然后我就请你点 确定 他就分好群了 那请问你会不会评估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各位知道什么叫好客户 什么叫不好客户 你有没有发现 他把好客户分成 一二三四 四群 他把不好客户分成 两群 对不对 有看出来吗 上面红色 墨绿色 亮绿色 紫色 他是 这是我们所认知的 好的客户 他就是在那个0 那条线的上面 同意吗 那个0 就是利润为0以下的 你有没有发现 有那个亮蓝色跟黑色 这是不好的客户 同意吧 所以你觉得 他为什么分成这样子 我觉得他分的还不错 我听懂我现在在说的意思 可是我们现在去看 如果我把它分成两群 我刻意的把它分成两群 请问你怎么 怎么把这个已经分群 怎么把这个已经分好的群 给拿掉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涂粒 因为他这边是不是有颜色别 颜色别一定是做在涂粒 你把涂粒删掉就好了 可以吗 请问这样有没有分群 没有啊 全部颜色是不是都恢复成一种 好 如何做分群 是不是点这边 点更多的选项里面 自动寻找重极 然后请把重极数目选成2 刚刚是什么你都不输入 现在我是刻意请他只分两群 我们来看他分的好不好 你觉得两群好还是六群好 六群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是要去看那个大客户小客户 我们一般不太重视 就是说赚钱的客户跟不赚钱的客户 应该衍生于大客户跟小客户 可以吗 他现在是帮我划分成 就是绿色是大客户 然后蓝色是小客户 可是我觉得他刚刚分的六群 会比两群来得好 而且他是自动跑 你看你去换别的资料 他不是每一次都分六群哦 他会随着你的资料 他觉得说应该怎么分 他会自动去拆 请问一下你觉得他怎么拆 演算法 资讯工程就在学这一块 可以吗 光是这边演算法就 我跟你讲几百种在这边 而且以前早年资讯工程 全部都在写这些 当做是毕业的论文 好 我只是提供给你参考 就是散步图各位要先会做哦 做完之后你要去做分群 然后分群你要懂自动分群 自动分完群之后 如何去判断他好还是不好 你要有这种判断的一个观念 好 请我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还没有讲完哦 刚讲自动分群很重要吧 请问刚刚我们是不是分成两群 那分成两群我是不是可以关掉 再拉回来我要分成六群的 所以分成六群的是这一个 分成六群是第一次做的 直接把它放到图里里面 它就分完变成六群了 这样可以了解哦 好 请问分群如何做预测 刚刚我们不是讲预测吗 那分群是不是也可以拿来做预测 分群我们当然也可以拿来做预测啊 假设今天有一个客户 假设今天有一个客户 他今天跟我们公司的销售是七十千 也就是七万 如果他的利润 理论上应该是在这个范围到这个范围 对吧 也就是差不多是五千到两万 五千到两万这个利润范围 那如果说他没有在这个范围 他没有在这个范围 他是会落在这一区 有听懂吗 所以有人就会讲说 这就是预测 这就是预测 因为我们的客户里面 他就只会分成这六种的话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他的销售额 举例来说 这个客户 他跟我们交易达到七万 所以我应该会很努力 很努力的来去跟他洽商往来 对吧 这就是分群里面的预测 那是因为说 你有了这个经验 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有些人年纪大 有些人年纪大 但是 但是 他会说 他的电脑不是那么好 他不会要去算这些大数据分析 他根本就不应该是 把时间去算这些 去学这些大数据分析 而应该是说 我们要了解到一个观念 就是如何把这张图来去做 所谓的 就是 来去 因资料分析完 然后来去做更进一步的 所谓的政策的拟定 决策的拟定 可是他根本就没人做这张图 给他看 完了 所以他可能就会在公司里面变成 就是好像 因为他领的薪水又多 然后在公司里面 呃 待的时间又久 所以是首先被fire掉的人员 其实这错误了 他其实应该是要 要培养他底下的人 要产生出来这些很重要的图 然后接下来呢 他要去做的是政策的拟定 决策的拟定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说 他在这边 他应该要把自己提升到 就是说 哎 你看哦 呃 今天有一个客户 他从这个分群的图里面 他应该就说 好 假设今天客户 他是在2万 2万 那我们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他有四分之三是好的客户 有四分之一是不好的客户 所以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避免 避免他变成不好的客户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关键是利润 利润 去掌握利润 而且这家公司哦 很特殊一点哦 很特殊一点 这边都还蛮多的 这边都还蛮多的 这代表什么意思啊 这边很多 你就要去能够解读资料了 这就是年纪 就是经验比较老到的人 他要知道的 就是这边为什么比较多 这个才是公司 如果这边都变成 上面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会对公司造成 很高的利润 所以如何去断市 赚市断完 然后把这个 这些客户都提掉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你会想要知道说 这些人是谁吗 那你就只要点点点点 这边更多 有一个汇出资料 汇出资料哦 点他 然后他汇出一定可以汇出成 例如说 例如说CSV 好 那我就直接放在我的 想说 我们今天 我都放在这里 不行 我放在这边好了 销售额利润 依客户名称 来去做分群分析 的这个档案 然后直接 直接 鼠酸 我放在下载里面好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刚刚是不是就下载好了这个档案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然后接下来 如果你要开这个档案 就用以下去打开 然后你就可以发现说 那个 从级 我们现在要找从级几啊 这个是从级2 还有从级6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把从级2 这些客户 这些客户 列出来 你看利润都是负的 有看到 因为刚刚我们已经分群好了 那利润都是负的 那当然就不要再跟他往来 可以吗 从车一直到这边 都有可能 我不知道 这是我拿到资料 他这边算出来就是利润 例如说 你们买iPhone 他无条件让你接受退货 知道吗 他会换一个新的给你 只要你在合理的那个期间 他不问你理由 例如说你去麦当劳 你刚才说 咖啡不好喝 他直接换倒掉 然后直接换一个新的咖啡给你喝 可以了解 可是那个iPhone的手机 他会 他觉得说他东西也都是新的 他干脆就是在卖给别人 可是他就叫整心机 整心机当然会比新机来的便宜 好 请你们要动手会去做出汇出资料 因为这汇出资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这是这一套软体他独有的 汇出资料 介绍到这边 汇出资料当汇出成CSV 然后透过Excel可以去打开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已经介绍完分群 然后有几个重要知识点 你们一定要掌握 请问一下 分群 分群可不可以去做预测 可以 分群 如果说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分群 像例如说销售是7万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客户一定是好的客户 因为他落在不好的客户这边是零 可以吗 好 这是我们一个合理的预测 分群也会有人拿来去做预测 这是对于我们公司来说 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分群 他可以做预测 分群 他可以帮我们把客户分类 好 这些都是很棒的地方 而且都是自动去产生出来的 所以我称他为叫自动分群 那我们接下来 我想 我们来算一个 我觉得我觉得对于时间处理来说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你现在拿到资料 请问一下 这家公司 因为上次关联我也有讲过了 可是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可不可以分析他的那个订单的日期是年怎么样 季怎么样 月怎么样 日怎么样 可以吗 可是我们能不能分析他到底星期一到星期日到底周怎么样 周知道吗 请问一下 假设 假设 今天我们阳眉 阳眉 区公所 阳眉市公所 要决定收垃圾的时间 我们一周要休息两天 为什么不是决定星期三跟星 为什么不是决定星期六跟星期日要休息 而是星期三跟星期天要休息 这都是算出来的 算什么 民众会出来丢垃圾的时间 可以吗 请问哪两天民众出来丢垃圾最少 我们因为现在政府都是有服务 服务为出发 所以他是不是就会想说 民众越少来丢垃圾 他就以民众越少来丢垃圾 来当做是他要去收集垃圾的 就是不要去做收集垃圾的 就是他的休息日 你们觉得合不合理 举例来说 那个 莫乍动物园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动物园 莫乍动物园总要有电休日 总要有周休的那一天 是哪一天 他休星期六星期天会不会产生民怨 会啊 那例如说我开一家面店 那我应该要休哪一天 这是不是都很重要 对不对 好 那请问 假设我今天我要去办一个教育训练 我跟主管 我跟主管讲说 主管我算出来 我们公司的 例如说星期二的那个 就是可能就是说客户来电的频率 还有就是 就是大家外出的可能性 都是在整周里面最少的 所以我希望这一天 我们来去排一个整个公司的教育训练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那请问一下 我们到底该怎么算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算这件事情 是不是很重要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 来去跟各位分享 那到底要怎么去决定 周休日 这个 例如说 这个是星期几 不知道吧 要算了才会知道 好 那怎么算 怎么算这个订单日期是星期几 因为我们在这边的分析 我们加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订单 订单日期 然后它的销售额 我们是不是可以决定出来说 它的年怎么样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再向下探索 这是季 就是旺季 这是旦季 那可不可以再向下探索 这个是月 这是月 那请问你 月 1234跟7月是不是最低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又再向下探索 你有没有发现 31号我觉得是不公正的一个比较 因为有6个月是有31天 有6个月是没有31这一天 所以这一天不去看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说以月休日 月休日 有没有看到好像说2号 2号比较适合修 还有这个18号比较适合修 可以吗 月休日 月休日 那请问你 周休日呢 了解 知道我现在要算什么 因为它这边 刚刚的日期阶层是不是已经没了 只有年季月日 我已经到最底了 你会不会想要知道 周这个单位 会吧 好 所以来 麻烦请你先坐到这边 请你先画一张 这叫做什么 就是 先画出各年的销售统计 然后我们是不是向下探索 向下探索 向下探索 探索到什么 12 探索到日 因为一定要介绍到函数 函数 好 然后向下探索 两次 是多向下探索 对 两次 那这边 再一次 就是到日 那钟是不是就跳掉了 那怎么叫回来 没有 没有可以选啊 它就只有年季月 日 它就是没有 周啊 周要自己算 周要我们自己算 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刚刚你知道说 如果说你月来说的话 比较适合的月休日是2号跟18号 那请问你 星期一到星期天 你觉得对一家公司来说六日应该是不相关的吧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只能请你猜 周一到周五 你觉得超市哪一天生意就不好 周一 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不是 那你要先会算这件事 好 因为都是猜嘛 我喜欢在画图之前 我们先去猜一下 就是你脑海里面 会先有一张图 S轴是什么 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Y轴是什么 销售额 而且是 你觉得用什么 我就用销售额加总就好了 来去做比较 销售额加总 好 那画面就 就我用一下 我们来去计算 我们来去算算看 在这个地方怎么算 好 首先 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每一个订单日期 我都要算出来它是周几 它是星期几 对不对 这边有一万个订单日期 那我就要算一万次 所以是用新增量子 还是新增资料行 请问 我现在是不是要算一万次 因为这边有一万个 一万个日期 我是不是要算一万次星期 因为每一个订单日期 我自己都要算出来 它是星期几 所以我要用新增量子 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 点下去之后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呢 好 请用方向键 我们把资料行三个字删掉 方向键 然后改成什么 例如说 我们就新增一个叫做星期好了 应该叫周间 周间 周间知道吗 这个周 周 周有错字边 你们知道吗 周间 间隔的间 好 请问一下 那接下来 我是不是用订单日期来算出 它是星期几 所以星期几 英文单字是什么 英文单字就是 W-E-E-K week day week day 然后 这边刚好它就是到week day 然后特别键 接下来 接下来是不是日期 我们要用什么日期 是不是订单日期 所以一撇 用一撇来呼叫 一撇可以呼叫这资料表 一撇主要呼叫资料表 好 一撇 然后这边是不是找到订单日期 上下方向键 订单日期 找到方向 找到订单的订单日期 然后tab键 我就放上去了 好 请问日期 我是不是就已经找到了 所以这边是不是按一个 逗号 然后 这边有看到1 这边叫做return type return type 它是指 传回1到7的数字 你看这边好好 它都告诉你说 你现在要做什么 要传回一个形态 1的话 2 34567 这7种数字 1代表什么 星期天是1 我们应该不习惯这种方式 那我们去看看2了好不好 就用方向键移动 方向键往下移动 星期1代表1 星期2代表2 星期日代表7 可以吗 这种方式会不会比较好 我觉得至少等一下我们比较看得懂 所以tap键我用2 我用2 然后右刮弧 可以吗 这公式还蛮短的 周间 周间 然后呢 按一下enter键 你看一下我们算出来到底算出来什么东西 来到资料这边 最右边 最右边 它是不是就有一个周间 周间 怎么不呈现出来 它有啦 被这边挡住了 它就是出现1啊2啊3啊 这个 周间 你们来去看一下吧 现在周间就是这样算出来 就是要算出来说 它是星期几 它是星期几 抱歉 我稍微更正一下 借我一下画面 我的 我刚刚在这个地方忘记选到这个日期 日期 我刚刚 我刚刚只做到这个地方 我刚刚只做到 选到栏位 我要再加选这个 Date Type键 然后 逗号 接下来 接下来 我再去输入 Return Type 2 因为2是 星期一是1 星期二是2 星期日是7 然后 又挖鼓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刚刚 我刚刚是不是做成这样子 好 这样子的做法 会到时候算不出来这个周间 这个周间算不算 要怎么算呢 就是这个订单日期 我们刚刚是不是 我刚刚是不是订单 然后订单日期 要选到这个 Date Type键 然后 逗号 接下来 我再选择 2 2 就是 星期一是1 星期二是2 一只类推 所以 Type键 又挖鼓 Enter 这样子的话 他就会帮我把周间算出来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第一天是 2016年6月15号 星期三 2016年 所以2016年 快速的跳一下 2016年6月15 这是2017 2016年6月15号 是不是星期三 有看到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只是要告诉你这件事 这个 你就不用在那边花时间来算 但是你就是要学会用 Week Day Week Day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有这个周间 123456日 那有这个周间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就直接画图啦 刚刚不是画了一张 这个周间 这个周间 直接拖曳到这个轴的下面 你看这边是不是就多增加出来了 已经到日楼 是不是又再有一个 有看到吗 刚刚没有这个周间的时候 它是什么颜色 它是白色 就是显显的颜色 不让你去修改 可是现在有周间 加到轴这边 它这个功能又变得黑色了 代表你可以再往下探索 嗯 好了 那 许先生 哪一天适合做我们的电修日 礼拜二 可以吗 这是因为我经过大数据分析算出来的 好 提供给你们猜到 就这么简单就算完了 但是前面你要 你要那张图你要先做出来 好 请你们 所以从这张图上面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件事 一二 其实它的那个接单量 它的接单量是相对比较少 尤其是星期二 为什么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说 把那个电修日 或者假设我要做教育训练 我要做员工旅游 我要去做一些那个 其他的 例如说员工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活动 我可以安排 或者是出差 是不是排在 例如说星期二 好 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适合一点 因为它等于说处理那个订单 订单的那个影响就比较少 例如说要开会 我们也可以选择 例如说全场的会议 可能用那个星期二 这天来做会比较适合 所以就直接把它推移过来 所以你们应该都有看到这样子的结果嘛 那 有没有问题 这就是用函数的好处 你不用函数 对不起 它这边就是有一些限制 它就是没办法让你去看到 所以这样可以很轻松快速的算出来 到底哪一天适合电修 你去看那个Google 它有分析这家店 什么时候它的一个 来特数是最少的 或者是几点 几点 它的来特数是最少 好 这都是可以来去分析的 那 接下来画面就有点像 接下来 因为要讲到 因为要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是周间休息日 周间电修日 周间电修 好 我接下来我想要做一件事 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看过散布图 散布图的同学就要问 说我能不能不要用棉来去画 还记得吗 散布图 散布图 例如说 散布图 是不是以产品好了 我以我的产品 各位应该还有印象 产品跑去哪里了 只类别 只类别产品 然后销售额 跟利润 可以哦 这边是不是有19个产品 19个产品 你也可以把类别搬到这个图例这边 这样是不是有19个点 甚至把这几个点稍微设大一点 把这个图例 对我应该 我应该不是要去修改上面的图例 我应该是要去修改这个类别标签 那类别标签 因为我还没有放上去 就是详细资料 好 不过我要如何去画动态散布图 有印象吗 是不是要把时间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订单日期 放到播放轴 播放轴 所以我是不是就把这个订单日期 放到播放轴 然后把这个订单日期改成 稍微等一下 它正在运算中 改成日期阶层 它是不是就变成 2013跑到2014 跑到2015 跑到2016 可以哦 这应该有印象 这是上周我们做的 请问能不能跑年月 年月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013年1月跑完 跑2013年2月 跑2013年3月 跑2013年4月 一直内推 一直跑 跑到2015年1月 2015年2月 2015年3月 一直内推 跑到2016年 1月2月2月3月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是不是 2013年跑完跑 2014 再跑2015 再跑2016 那我能不能变成 让它有更多个 跑的轨迹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现在是不是只有四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所以你是不是要手动写函数 让它自动跑出来 要有年跟月 会不会写年跟月 会不会在最右边写出 订单日期的年跟月 所以滑鼠右键 请问是写新增量子 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是不是要去计算 计算它是什么年跟什么月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就取名叫做年月 那我要用的是 订单日期的年 所以要Y1 找到YAR里面的日期 日期用什么 日期我用订单里面 订单日期的Date 订单日期 里面的Date 所以要再点一下Tab键 这就是年 这就是出现的年 然后呢 End End 就是把它加起来 放什么 放个年 end end 接下来我是不是要放月 因为我要年跟月嘛 所以我这是不是就是 某一个年 对不对 例如说2016取出来之后的年 在end什么 我是不是要取月 月是不是就用month month 然后接下来呢 一片去找订单日期的Date 订单日期 Tab键 然后再一次Tab键 因为它第一个就是Date 又刮鼓 又刮鼓 这样是不是就对称起来了 end什么 月 这个单 这个字 好 Enter 所以你看这边 这是不是2016年6月 这是不是2016年6月 然后下一个是不是2014年10月 2014年10月 其实我这边写的东西 这是取出订单日期的年 这是取出订单日期的月 这是取出订单日期的月 就是这样子而已 然后自己手动再加个文字 再加个文字 例如说年跟月 可是年跟月前面就要加良品 换你们动手做了 换你们动手做了 这剩下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我就必须要把刚刚做的 我刚刚做的是什么 年月 所以我就把那个年月放来播放轴 年月 在这里 放来播放轴 直接取代 因为播放轴只能用一个文一句 所以呢 我从这个地方 2013年 2013年 等一下 12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一直类推 好 如果你不想要看 直接点它 请问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它就是在这一段 这一段范围 左下到右上的变化 可以看得懂吗 它就是在这一段区间的变化 再看一次给你看 所以这边2013年 对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2013年 6 7 8 9 10 11 12 1 可是 等一下 快到了 7月 8月 9月 2015年10月 有听懂吗 这个顺序是错的 好 不过你先坐到这边 我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 只是多写一个 韩式 叫做年月 我们现在去观看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要改成这样子才对 要改成 我只要取出来订单日期 取出订单日期之后呢 这边我们只要放 YYYY年 然后MM月 这年月就算好了 算完之后呢 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就把刚刚年月放到这边 然后现在去播放 2013年 你看吧 从1月开始就说对了 5 6 7 8 9 10 11 12 12 这样可以了解 做法就是这样子 这边 年月 等于文化 一个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然后 重点是 我的格式 我只要呈现年跟月 我把 这个订单日期 我只要呈现 YYYY年 MM月 这样就可以做好了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 这边你把凝月 做出来的凝月放来播放轴 来去播放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怎么看资料 听说各位应该有印象 例如说这个产品 你有没有发现 它从一刚开始在这个地方 它是慢慢慢慢的 从这边跑到这边 就跑回来 再往上 所以我们不是一处可及 就是一次就直接到这个地方 它可能是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往右上面增加 是增加什么 销售量 增加销售量的同时 利润又增加一点 可是呢 它接下来又退回来 有看到退回来吗 然后再往右上 再往再退回来 再往右上再回回来 越来就是越往右上 但是退也退到一定的程度 是这样子的经营方式 这就是我们关切的一个行为模式 所以不是胜败乃兵 而是您了解这个行为的操作过程 您了解这个销售跟利润之间的一个行为变化 然后它就是慢慢的成长 慢慢缓步的成长 在成长过程中会不会退步 会销售会减退 因为在这件事情发生的过程中 它会产生有成长退步 成长退步 只是越来成长越多 然后多过于退步 退步退的越来越少 好 那就请你们 把刚刚年月改成这个样子 来再去看一下 所以这个是用dx函数 然后增加一些我们想要看的资料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可能这个范例呢 这个范例dx的应用 还有很多值得再跟各位分享 我们的范例dx准备 好,我要告一个尾声了 因为真的函数 函数还有一部分 它是指说 假设当我们今天要去做运算 我想要去算周转率 我想要去算获利率 这都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期待你们再找时间 再继续进修我的线上的课程 因为像例如说周转率 获利率 这都是在BI里面很重要的事情 好,那画面我要跟各位切换一下 我们可能 我还是希望说你们稍微回顾一下 我们从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跟各位分享一些内容 像例如说我们从一刚开始 我们是不是去做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里面 你应该会有一些 在分析之前 你要先有一个分析的头脑 就是我们到底要分析什么 怎么分析 还有我们分析的outcome 结果到底是什么 一定要先知道这件事 不然你做老半天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接下来 因为我知道我要做的 我想要探索的一个行为 例如说好了 我看到2015年 它的一个利润的成长是比较高的 那接下来我就想要去探索这件事 我是不是就可以从产品面来去看 从客户面 从业务面来去看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很多很多的一些分析手法 例如说连续性分析 同期比较 或者是类比分析 动态分析 看行为模式 甚至我们还可以写一些函式 让你们在分析上面 它可以做得很好 那最后呢 最后我们有几个很重要观点 就是像重新整理 一定要会应用 你不要在那边每个月都重划一次 还有就是两张工作表 例如说最快速让我们关联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快速算算 退货那些就直接在利润里面扣掉 好这都是很快就可以马上得到正确的答案 你不能把那个退货也算在利润里面 退货就是就不是利润了嘛 那还有像例如说 我们在收到很多很多人的资料 它可能是记录内容都一样 但是栏文名称也都 记录内容不一样 但是栏文名称是一样 例如说分月份别的资料 1月2月3月 一年就有12个月 你就收到12个档案 这个时候呢 记得记得你真的 你真的不需要每个月都在那边重做 只需要把资料放到 放到你这个指定的资料夹 举例来说 现在我们假设我把2013年 也就是102年的资料 先拿掉 剪下 帖上 你看哦 你看刚刚我做的这个 扬眉公告递价 它的201 就是102年 民国102年 也就是2013年扬眉的公告限制 就会不见了 这是各位一定要知道的 当然你一定要记得 这个资料夹的使用 这个取得资料的方法 当然你还可以去连到 云端 或者是GA 脸书 这都可以 这都可以去连的 然后连到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 去画一些东西 例如说 这个网页的浏览量有多少 这开好久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只是要告诉你 等它开完之后呢 你记得只要按重新整理 102年资料就整个都不见了 现在一定还有出现 2013年的资料 这个102年资料之后还在这边 102年资料还在这边 但是当我点了重新整理 因为民国102年的 扬美公告信公告的资料 已经被我捡到别的地方了 所以相对的 102年资料就会即将消失 这边102年资料就没有了 可以看到 所以相对 如果你拿到这个资料 记得就把它只要放回去 这个指定的资料夹就好了 所以有了这样子的观念之后 我相信大家日后 日后都是在使用大数据分析的情况之下 应该对大家的一个分析提升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去讨论研究 就是这些有没有可能形成知识 这就是智慧 因为当你已经看到了这里面很多的数据背后的意义 这个智慧去找出来 也许你就可以形成另外一种必正智慧 这是我们期待希望各位朝这条路来去走的 记住 趋势线它虽然它很简单 可是很多人都会画 但是不会用 这就好可惜了 你会画 而且要会去应用 然后再接下来进一步的趋势预测 用移动平均画出来 更精确的预测 这绝对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分群也可以去做预测 然后这些都是 只是让我们的策略能够拟得更好 OK 我想我们可能暂时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你也可以加我为你的好友 我在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在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这边有留我的LINE 我的LINE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当我有新课程 你就会收到这个讯息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 那我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平安 然后我觉得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课程就暂时再领告一个段落 期待你们日后如果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就是加我的LINE 然后再继续讨论研究 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孙老师 这两天很精彩的一个上课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有很多概念 然后对我们的业务 重新会有一些新的思考 看看我们业务可不可以 未来我们能够呼吁 我们有更多的一个解释 跟一些发展 再以热烈掌声 谢谢孙老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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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